欢迎收看《无聊说话》第7集 最近发生的新闻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发会议 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身遇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及其被套托施 其实起初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无感的 但是来到中国之后我才有那种深切的体会到 原来你们这边的年轻人是大部分都不太想要生小孩 包括你的一些亲戚 然后还有网上的评论啊朋友 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话这个现象 我的朋友啦我周遭的朋友他们都有两到三个小孩了 只是生的年龄会稍微延迟一些 并不是说完全不想生不想结婚那种状态 我是90号啦我的朋友大概就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我只有在网上看一下大家的评论 有一些人他们评论说哇好啊这个政策好啊什么 可以解决以后这个老名化的问题 然后也有人说呢就是说一啊二啊都不想要生 还有些是孔婚的更不用说生小孩 反正我是独生子啦 在我那时候只能生一个小孩的 以前他农村比较喜欢生小孩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的 如果你生很多小孩你家的这个 因为要农作嘛就是你要去种地 你要去耕种它就都体力活 然后你生很多小孩呢 干活的劳力就比较多一点 那如果都是女生呢 女生也可以干活呀 总还是个人嘛 如果你家只有一个小孩 你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干活 如果你家生了二十个 你就一生产队 就是四十个 就是三四个足球队 也太多了吧 像农作这个事情 你不可能说你自己不去管它 它自己长得又会说得很好 越多的人就去照顾它 有点像投资的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还有点像练号 看这个号有没有练费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重男轻女 那么华人嘛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观念还是比较深的 然后有些人可能他第一个是女孩 第二个是女孩 他就不信邪了 一样是跟男孩出来 结果三台四台全都是女孩 这个情况非常常见 在马下我觉得应该也有这样的吧 就我外婆她有九个 然后男生都排在后面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主要原因 但肯定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也蛮好的啦 好不好 我们都不好 后年时候可以拿很多红包 然后反而现在我们长大了 我其实不太敢去 后年 它有个比较好笑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就是如果你生了很多儿子的话呢 你们家就比较难打架 比较不容易受欺负 甚至可以在村里成为一爸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基础的 就是老年人他希望人丁兴旺 家族人丁兴旺那种儿孙满堂的 对对对对对 确实了他们会比较开心的 看到子孙满堂 还有一种关键就是养儿防老 那你觉得你能够为你爸妈反老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这个其实多少是真的有用的 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没有学还没有感觉 回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就如果有一个人身体不好 另一个人照顾也会比较吃力 虽然说也有解决办法 比如说你去养老院啊 去住院 雇人来照顾你 可是那个花田找来的人 他毕竟不是你的亲戚嘛 他对你的照顾 不可能像你亲戚 或者像你自己的孩子那样 我会不是 你干嘛突然这样的这么认真 还行这是个问题 还有最后一本呢 是我自己才推测的吧 就是以前经济上 或者说人的经历上 或者说自己本身的条件呢 对自己的小孩 无法做到像现在这样优生优育 如果没有办法只生一两个 然后对这一两个 非常好的培养的情况下呢 只好去多生小孩 然后提高自己小孩中 有一个能够成功的 有一个小孩能够出生投入地的几率 现在家族不怎么样嘛 但是我想要改变我们家族的命运 对我只生一个小孩 可是我自己本身我没有什么能力去 可以把他培养的很好 我只好说多生几个 然后希望其中有一个像 像突然变异了一样 变成非常那种出人头地 成才的那种感觉 大家开始不愿意生小孩 我觉得时间期间不长 可能也就十年左右这样 至少是中国了 但像日本或者像欧洲国家 其实他们很早的生日率就开始下降 随着人现在生命的周期越来越长嘛 然后其实人的每个阶段都要往后推迟 可能恨到以前人十几岁就结婚了 然后慢慢到人二十几岁结婚 到现在有三十几岁结婚 然后三四十岁生小孩 还有点我觉得就是现在相对来说 经济条件要好一点了嘛 那你的经历从如何讨生活上面 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之后 你就发现你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现实的 就是怕生了小孩之后 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 你也要花费很多的精力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有了小孩之后 你就没有时间去做了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自己 也是有一定的感同身受的原因 就是觉得自己还是小孩 然后现在其实成熟的 这个年龄段也越来越往后了 以前我记得我爸妈 他们生我的时候是二十四岁 其实二十四岁 在那个时候已经不算很早生的了 其实那个时候 他们就已经很成熟了 可是在我二十四岁 我还不年后生的 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现在可能就是九龄后 也不是不想生小孩 只是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段而已 开放三胎的话 一二三再加两个父母 五口人 那一个小公寓 其实不太能够容得下五个人 因为要换大房子的话 那你们这边的房子的那个价钱 就比较高 就太高了 有点买不起 那如果相比马来西亚的房价的话 自然就比较便宜 而且也是一栋一栋的 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只有小时候就是一栋房里面都住了 我爸妈还有我们三个 还有我婆婆也是六七个人 都没有问题 从房价上面来说 应该是有蛮大的差别的问题 说到这个教育 我觉得是我很羡慕马来西亚的小孩 现在的中学生可能不像我以前那样 但是我们中学的时候 一周六天 每天早上去 上午下午到晚上 晚上有晚自习 那你们只剩下周日啊 周日肯定也没什么好玩的 好可怜哦 那这个其实中文马来西亚 又有很大的不一样 再往之前 其实像我小的时候 才艺班也只是兴趣爱好 在前两年的时候 才艺班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很多学校 你入校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你有些才艺的证书啊 比如说有钢琴考级证书啊 这个考级练书 那个考级证书 你有这些证书的话 学校是可以给你加分的 所以在那两年的时候 所有的家长都疯狂的给小孩 去报各种各样的这种 才艺班兴趣班 然后不停的考级 我设计的是比较小的 他们就是周六周日 基本上一天半的时间 都待在我们的机构里 一上午 一下午 然后有的还有第二天一上午 最夸张的是两天都在 有一个小孩天天两天都在 很恐怖的 那他是开心还是伤心 我不知道 其实有些小孩 他们会觉得上这个班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对他来说 他在这个班里面 就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嘛 然后什么唱歌跳舞啊 画画 打跆拳闹啊下棋啊 他们可能自己觉得比较有兴趣 但是有些小孩可能感觉不太一样 就毫无兴趣感觉被逼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就是逼他们不停的考级 我看到上网有人说跳街舞 那个也算吗 跳街舞应该不算 可是他也有考级 五百一千 一千五 两千 两千五 三千 我的管子最后这个多么得值一千 鸡娃的家长最喜欢讲的一话就是 你不再学别人再学 你就已经落后了 慢跑就是退步 增多粥少 坑太少了 不太多 大家都要竞争的几个坑 我感觉了 刚才其实说的都是从这个 生小孩的方面去看这个问题了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的是 去从养老去看这个问题 虽然我来说有的朋友 他们是有兄弟姐妹的 但是还是以像我这样的 独生子女为最多数 那么如果是夫妻都是独生子女的话 那么这样算来 上面就会有四位爸爸妈妈要养 就讲完听点就是 小孩你可以选择不生 但上面的四位你不得不养啊 难道你要今天把他们送走不成 包括甚至自己的养老 其实也是很有压力的 像这个八年后九年后 本身自己的养老 其实也是有很大压力的 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养老也是非常担心的 就可能以后需要这个国家 去慢慢的去调配相对应的政策 去解决就是我们的以后的养老问题 说到这个生小孩啊 其实从结婚之前我就没有 就没有把不是没有考虑 就是没有把生小孩这件事情 放在我的人生目标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有点不喜欢小孩 我对小孩有点无改 但是可爱的话就可以了 就是拿来玩一下还给人那样 就是生小孩这个权利呢 其实在父母身上 对 要不要生也是由父母决定 而不是由他们决定要不要来到我们的身边 那既然决定全是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责任给他最好的 就是不能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太痛苦的感觉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目前的想法了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吧 其实讲真的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像我讲的如果真的要养的话 还可以到马来西亚那边 会比较便宜是不是 在我的心里完全就是经济条件的问题 没有钱养小孩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这是我朋友的想法 让我借用一下 就是他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呢 其实并没有像他觉得理想中那么好 他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很残酷 他不想要把小孩带来到这么一个残酷的世界上 虽然有点矫情 但是其实有点道理 特别现在新冠疫情当道 底下应该会有人说 那如果以后你想生的时候 你的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 生不出来怎么办呢 对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很纠结 就是关于小孩嘛 其实你说没有想法吗 肯定想过 可是我觉得虽然现在不想要 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想要又没有的话 也是问题 自己也有部分考虑过 就是人生有没有小孩是否会是个缺憾 其实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还没有体验过 对对对 是真的不知道 这个问题我是真的考虑过 就是人生如果没有小孩 是否真的会是个遗憾 我觉得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不是 我现在不知道 不知道跟我们同样情况的朋友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应该会有吧 那你们会怎么样解决呢 或者看完整个新闻 大家有什么感想呢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参考大家的意见 或者有了小孩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幸福呢 那我觉得一定会有 那我觉得一定会有 有些人可能不会累 我也不太清楚 那我也不知道 我一定没有 毕竟关于小孩的事情 我们有太多的疑问了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跟我们点赞、订阅、评论、分享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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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